生肖虎 1974年和1986年生 生肖虎之人天生就是为师成人 做事周全有道 虽然不拘小节 但是确个可以依靠 值得信赖之人 人脉不差熟虎人最大的弱点还是性子急躁 有些难以坚持自己的理想 早年在事业上受挫是难免的 还因为性子太直 错过了不少好机会 1974年 86年生的属虎人都体会过失忆的感受 但这两年生的属虎人注定命不该穷 他们越老越成熟 越来越奋进 40岁到45岁年年是财年 穷了几十年也能在此时亨通富贵 生肖季 1981年和1969年生 生肖季之人性格锋芒而心思细腻 在做人方面 做丰正值也十分值得信赖 但在早年间行事有些自私 献小力而忘了忍耐 因此吃苦也是在做难免的 被诱惑后耽误了自己很多年 或者是没找对方向 总有钱财损失81年和69年的属绩人 相差了12岁 但命运却大致相同 总到了中年才有望行财运 不早不晚 39岁这个年纪的他们更为理性睿智 一辈子都莫发过财 40岁也能加财万管 生肖猪 1971年 1983年 1995年生 生肖猪之人不是急躁之人 也不是好动之人 就是个比较慢性子 好安逸的人 对生活没有太详细的目标 也没有过多的理想 所以活得十分随性 说好则是少惹祸上身 说坏则是不限进步 一把年纪了还可能穷的 叮当响 无论是71年 83年还是95年的属绪人 总会大气晚成 富贵来得晚 熬到40大官则心智成熟 更有气度 做事情也能把握周全的尺度 因此更能风生水起 赚足横财 一年两年就足够富贵 生肖马 1978年 1990年生 马年生的人 本为五行羊火命 日柱之上 阳气鼎盛 财运从旁加持 乃是多金命数 而78年和90年生的 属马人 却有些魄力 前为天上火 后为路旁途 人生不吃苦 难以成大气 38岁曾经的日子 不是过得特别牢碌 就是活得憋屈 红院难以扩展 工作不温不火 但是40岁大官乃是他们开运流年 十年封侯年 立刻封侯的大运就在于此 中年后一发不可收拾 豪赚千万也有余 穷到40岁就要跃龙门 生肖蛇 1977年 1989年生 蛇年生的人 没有千回百折的人生 也有风波迭起的阅历 他们五行熟火 必得要早年焚烧 不付出点辛苦 就尝不了大忌 所以绝大多数的属蛇人 特别是1977年生的大林木蛇 和1989年生的天上火蛇人 40岁前一条虫 40岁后就是一条龙 工作化身佼佼着 以发通晓自己擅长之事 生才知道还能和自己的兴趣 爱好相结合 日子会声会色 中年之后多贵人 连算命的都说 他们必将中年报复 生肖蛇 生肖蛇的人运走才降星之地 七月开始好运来敲门 横才大发 生职加薪 喜天贵子 他们好运出现 小人退走 贵人进门 是夜望 风生水起 财运来 不光事业能达到人生巅峰 而且财运上也能大赚大发 财富的喜报更是一个接一个 生肖蛇 生肖蛇的人个性豪迈 为人大大烈烈 讲义气 众承诺 七月开始好运来敲门 横才大发 生职加薪 喜天贵子 也有贵人出手相助 事业一顺百顺 富贵如云 把握机会就能大发特发 升迁高位 过上人人羡慕的富足生活 虔诚似锦 生肖蛊 生肖蛊的人大多不骄不躁 忍耐力强 看似保守稳定 其实非常具有幽默感 早前受流年五行相克之苦 所以诸事难慎 虽然表面上光鲜亮丽 实则繁心事较多 七月开始好运来敲门 横才大发 生职加薪 喜天贵子 你们喜事多见 生活无忧 而且福禄有余 另外属虎之人 在是夜当中 一直靠本事吃饭 自然记忆高强 今后天天挣大钱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顺顺利利 生肖牛 生肖牛的朋友 性格坚韧 在他们不喜争执的外表下 有一颗拼搏的 努力的心 总能坚持与努力克服困难 是勇敢地面对困难的人 而且在遇到任何的事情和困难 都会有贵人帮扶 七月起子气东来 苦尽田来 大发特发 裁员滚滚大望 事业方面稳步上升 还有贵人指点迷津 有非常不错的机遇 注定钱财大望 金玉满堂 生肖兔 生肖兔的朋友 七月起子气东来 运气又开始提升 大发特发 他们面对人生与事业 还是非常积极乐观的 时间长了 自然可以让人生如期待般 苦尽甘来 财员滚滚 想皇帝般待遇 经过社会的打磨以后 到了三月在极星的庇佑之下 他们必能成就一番事业 大发特发 财员滚滚 财员广进 赚得盆满不满 生肖养 生肖养的朋友 越是苦难 越会更努力 可以在困境中成长 最终总会苦尽甘来 七月起子气东来 是夜运俱佳 不管干什么都能顺顺利利的 有贵人的扶持与指导 风生水起 升职加薪全部在话下 想皇帝般待遇 在极星的庇佑之下 他们必能成就一番事业 改善家庭的生活 大望至年底 赚得盆满不满 生肖狗 生肖狗的朋友 一个比较会规划的生肖 做事不会三心二意 任凭风吹雨打就是不动 不会轻易放弃 努力付出 坚持到底 七月起子气东来 运势如虹 再加上极星的帮助 生肖狗的朋友 更加容易获得财神的眷顾 获得更多更好发展的机会 想皇帝般待遇 大发特发 裁员滚滚 不愁吃不愁穿 生肖猴 生肖鼠猴的人非常贼精 他们思维活跃 脑子转得快 年轻的时候就有些小聪明 能够将一些想法立即实现 不出正月对于他们来说 七月开始走狗事业 横财接二连三 越来越有钱 使业顺利 总之才神也保佑 在使业上发展顺利 也容易赚到钱 靠脑子发财 财运长盛不率 生肖鸡 生肖鼠鸡的人 他们非常现实 待人和气 聪明圆滑 非常会哄人 早期有丧门凶兴路采听官 导致运势受挡 甚至常有心神不宁 七月开始走狗事运 横财接二连三 越来越有钱 使业顺利 横财正才联网 多有贵人的指点和帮助 另外 鼠鸡人士业运从来不差 被提拔的总是他们 为来福到留有掩人注目 生肖龙 生肖鼠龙的人去年月是一般 事业进展缓慢 但是鼠龙人从不轻易放弃 七月开始走狗事运 横财接二连三 越来越有钱 事业顺利 会与见命中的贵人 事业快速发展 自身的理想得以实现 在新的一年鼠龙人财路亨通 大财小财一起来 注定衣食无忧 财风力达 生肖马 马年出生的人 他们天生精力旺盛 商业嗅觉敏锐 这种人对于是场动向把握精准 所以职场上总能得到一席之地 生肖马在路子极星的腐壁之下 他们人生大难已过 七月开始洗进门 扶来的才旺盛 万事兴 他们有财星入命 财运不断 还可能有横财之运 对事业有极大帮助 只要牢牢把握住机会 金钱收入稳定提高 钱财滚滚而来 富得流油 同时他们被桃花偏爱 有望和真爱邂逅 在朋友的帮助下 彼此之间感情会进展神速 生肖鼠 鼠年出生的人头脑聪明 心地善良 他们歹视过人 做事非常有担当 总能做很多人不敢做的事 生肖鼠 彩博公有天福贵人照样 他们人生大难已过 七月开始洗进门 扶来的才旺盛 万事兴 他们的运势可是相当旺盛 左右逢远 运势亨通 事业更上一层楼 再来 不想上一层楼 我们的优优